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对于我们地球人来说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意大利空间局25日发布了一则消息 他们发现了在火星上存在宽达20公里地下蓄水层的证据 说白了就是我们发现火星上有液态水了 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 报道原因科学杂志的话讲 火星岩上含有岩分并且溶解 穿透火星表面后呢在下方形成了岩水 岩水的持续渗入和冰层覆盖压力使这个壶保持液态 这种运行机制就像在地球一样 那么美国的一位天理物理学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在火星上发泄水呢是对于实践科学以及人类探索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个地下壶呢是被意大利天文学家团队首先探测到的 他们使用的是火星快车号探测器 这个探测器呢是在2012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 对这颗火星的南极机冠进行勘测 当时呢这颗探测卫星使用了探地雷达来扫描该区域 并发现在冰川的一个区域反馈回来图像上呢 有强烈的对比差异 这个差异与冰川湖的轮廓相吻合 在正式公布和确认发现地下湖之前 研究小组花了几年时间进行更多的数据扫描和分析 最终确认这一点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到说在夏天时候 我们可以到火星上的湖边呢去乘量避暑拉 今天剩下的时间呢会为大家介绍一则视频 同时对这个视频呢做一个展开的解读 这则视频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名字 就是叫做有人觉得中国科技太弱 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只有一个国家 那就是外国 这则视频呢是由观视频工作室制作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系列节目 《科技猿人》中的一集 《科技猿人》这个节目的名字呢 是来自于袁兰峰博士 袁兰峰博士是谁呢 这个人是太牛逼了 这个他是我的校友 他在1992年年仅14岁的时候呢 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学习 2001年获得中科大化学博士学位 2001年12月至2003年10月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博后研究 2004年9月至2005年12月 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博后研究 2006年呢 回到科大和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工作 任副研究员 那么他在科普界呢 是一个大神级的存在 《科技猿人》这个节目呢 就是他和观视频合作的一档科普新知的节目 在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一期节目中呢 袁老师详细的解释了 中国科技所处的真实位置 中国科技现在到底有多强 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诺贝尔奖 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呢 到底有多大 那节目本身呢 它是从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工业技术 日常生活 研发投入几个方面 用真实的数据来说明 中国其实已经非常强 基本上已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仅次于美国的存在了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一则视频的视频说明 以及片尾链接的部分呢 给大家提供了前往这一则视频的直接链接 大家可以到时候直接点击 就可以继续浏览欣赏这篇非常精彩的科普视频 那么接下来呢 顺着这则视频的一个观点 我们为大家阅读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出处和作者到底是谁呢 我们目前来说已经不得而知 但他表达这个观点呢 是我们非常赞同的 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祖国真心不容易 国力要和美国比 福利要和北欧比 环境要和加拿大比 机械要和德国日本比 华为中心要和苹果三星比 联想要和IBM比 长城奇瑞要和通用丰田比 龙芯要和英特尔比 C919要和波音空客比 一个国家制造 去和整个世界的高端比较 可能有人要说我愤青了 但是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建国60多年 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中国目前的高度的 想想50年前中国是什么样子 不说50年前 20年前大陆是什么样子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吧 而国外又是什么样子 作为中国人我骄傲 是谁让你们一边嘲笑金正恩世袭 一边又对美国总统老子走了儿子上 儿子下台老不上的 事实视而不见呢 是谁让你们一边嘲笑 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 却对美国合法使用瘦肉精 导致不能达到中国标准 而屡遭退货 视而不见的 是谁让你们嘲笑 中国企业没原则没标准 但却对德国用马肉冒充牛肉 视而不见的 是谁让你们嘲笑 猛牛伊利奶粉有三具清安 却对新西兰奶粉 双具清安超国标八倍 视而不见的 是谁让你们相信了 我爸是李刚这件事 可是你们听过录音吗 人家根本不是那样说的 是谁在误导你们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误导你 你有没有思考过原因 是谁让你们相信只有中国人会山寨 却从来不提德国和美国 都是因山寨成功而走向辉煌和富有的事实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类似的谣言段子会越来越多 内容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 骂完土壤喷历史 喷完历史辱民族 辱完民族辱国家 辱完国家反军队 反完军队毁政治 他们会编出或者夸张出 更多内容丰富多彩的段子 我们不可能永远逐条向你解释 这些都是有为常识段子 不可信 所以当你下次要说出 中国怎么怎么 人家外国就怎么怎么的时候 不妨先停下来思考片刻 究竟这算不算中国特色 还是人类同病 这世界有太多中国设计师 到处嚷嚷 国外的设计师最棒 中国的全是垃圾 这世界也有太多的中国研究人 到处嚷嚷 国外的科学家最棒 中国的笨得要死 这世界也有太多人张嘴 就是人家外国人最棒 中国人则完全不行 当你能安静坐在这里 骂中国的时候 是谁给你的 是祖国 没有祖国你是个屁 美国一边宣称 不是中国死 就是西方王 一边又拼命告诉中国民众 你们的政府有问题 必须推翻它 然后你们就能过上 比现在更好的日子 请问还有比这更可笑 和自相矛盾的逻辑吗 但是是谁让你们轻易的 选择了相信这些谎言 诸位亲朋好友 扪心自问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 经常说自己是自由经济的受益人 是美国梦的代表 但他们不会告诉你 他们一个的父亲是国会议员 另一个的外公是银行家 母亲是美联储的高管 李开复说纽约60万美元一套别墅 比北京便宜多了 但他不会告诉你 那套所谓的别墅其实是个仓库 而且离开纽约市区 开车需要四个多小时 学满子说 美国房联地皮一起卖 但他不会告诉你 那块地要想传给儿子 要再交45%的钱 而且每年还要按估值再交税 一旦交不起就收回 中国就像一个饱受指责 但自强不息的农村孩子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对他的印象 一开始人们嫌他土 脏 穷 他自己也因此自卑过 犹豫过 苦过 闹过 愤怒过 但最终他安静下来 埋头做自己的事 不再关心别人说什么 六十年 弹指一挥间 中国已经有六亿人走向了小康 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农村娃 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 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 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 绝无仅有 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吗 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 如果生在中国 你的命运和收入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 都还要认为体制不公的话 那么如果你生在阶级二十年前就固化了美国 或者阶级在三十年前就固化日本和欧洲 你又当如何呢 所谓国外社会整体收入为橄榄型 根本就是个鬼扯 根据美国去年自己公布的数据表明 有40%的美国人只占有社会0.2%的财富 这分明就是铁三角 哪像橄榄呢 这篇文章里很多话容易得罪人 我本不当说也不该说 但不得不说 我们有幸生在这个伟大时代 我们都在目睹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门民 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 这篇文章念完了 虽然这篇文章是充满了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但是呢 我们分享给大家是希望 我们周围的每一位华人都有足够的自信 虽然我们承认中国目前还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很多很多的不足 但从历史角度来说 中国取得成就是无以伦比的 我们也相信 沿着这样的趋势 中国今后会越来越走向辉煌的那一天的 那么我们身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 我们有世界第二强国中国的背景 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些华人来说 未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遇 我们是可以把握的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节目最后呢 还是为大家献上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 来自于已经去世的优秀的音乐人高峰 带来的一首颇具中国风味的丰收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大街小巷都来来来来 大街小巷都来来来 难得开个坏 男女老少都来来来 乌儿跳起来 兄弟姐妹都来来来 歌儿唱起来 七个龙东墙东墙 有一个好年头 七个龙东墙东墙 尴尬的是美酒 七个龙东墙东墙 有一个好年头 七个龙东墙东墙 我们拉起手 来吧 丰收丰收 伟大的时候 我们心甘情愿 为他献所有 丰收丰收 伟大的时候 我们祝愿年年 随随把他留 大街小巷都来来来 落骨翘起来 大村小村都来来来 难得开个坏 男女老少都来来来 舞儿跳起来 兄弟姐妹都来来来 歌儿唱起来 七个龙东强东强 有一个好年头 七个龙东强东强 感到的是没求 七个龙东强东强 有一个好年头 七个龙东强东强 我们拉几手 来吧 风收风收 回答的时候 我们心甘情愿 为它献自由 风收风收 回答的时候 我们初恋年年 随随把它留 风收风收 回答的时候 我们心甘情愿 为它献自由 风收风收 回答的时候 我们初恋年年 随随把它留 闪 repeated yor 踩背后 新冲 血 窒 日ą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